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日 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关于案件的质疑声连绵不绝 港媒长文还原诡异一幕 真相令人震怒 6日霸晚 遇袭受伤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屯门医院接受了手术 术后被转移到病房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获悉 何君尧胸部伤口比预想中严重 有4到5厘米深 需要留院进一步观察和治疗 据何君尧助手介绍 何此番是在全麻状态下进行手术 医生清理了一些医血和组织后发现 伤口深度不止1厘米 而是4到5厘米 因此 手术时间较长 15时30分进手术室 17时15分才出来 此前 何君尧身边的工作人员仅对外透露 何君尧被刺伤的位置在心口附近 为一批外伤 伤口长约2厘米 现在回想 事发时 凶手刺向何君尧时 其力道之大 状况之凶险可见一斑 此时 除了众多记者 还有一批爱国爱港人士守候在手术室外 关堂撑警察餐厅老板Kate姐李凯胡也专神前来 他说 得知何生遇息很震惊 也很担心 我今天提前收铺 代表街坊们来医院看看他 来自港岛的河粉Farich告诉记者 他昨天下午才帮何君尧站台给予支持 没想到今天就出事了 真的很震惊 也很愤怒 知道这次手术是全麻 心里好痛 记者注意到 何君尧病房外的桌子上摆满了千花 果兰等慰问品 不过 即便是医院惯常的探视时间 病房也不对外开放 何君尧的助手表示 何目前还没醒来 接下来还需留院观察 值得一提的是 网上已经有何君尧的病房信息 在乱港分子经常聚集的论坛社区中流传 有极端网民更是扬言要二次下手 这样的社会氛围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怖 我们希望何君尧一切安好 而行凶的暴徒和涉嫌恐吓的极端网民 可以得到严厉的制裁 何君尧遇刺后 自然就少不了幸灾乐祸的港独分子 其中 何御师在其脸书上发帖 无何君尧是自导自演 给出了的理由更令人匪夷所思 我平时帮只猫捡指甲 它挣扎抓我 伤口都长过两厘米 有网友就留言讽刺 可见它家猫有多讨厌它 天天想挠它 人家说深度 它说长度 它家猫会开膛破肚 此外 内地的社交网络上 又开始由李中克出来分析事件 认为其中存在着诸多疑点 就差没有名说 整起事件是何君尧在自导自演的了 网络大V 认证为财经博主 广文博健威就是第一个站出来质疑的人 社交网络上最早流传的那一段巨星是目击者拍摄的现场视频 这个博主自居是从业了30多年的一线记者 依工作经验判断 就曹帅地认为是专业级别的拍摄角度 又因为拍摄者没有显得多么的慌乱 而何君尧及其随行人员的应用表现 就觉得一切都是早有准备 有网友直接嘲讽 这个很专业 我小区大妈出门看热闹都和这个拍得差不多 其他的网友也都反逢表示 如果是演戏 那么他们很乐意和这个博主重新来演一场 有意思的是 面对网友的反驳 这个博主居然是破口大骂 更让人感到诡异的场景是什么呢 这个广文博健威在质疑何君尧遇刺事件之前 他也曾发微博评论了此事 还称自己是在香港的爱国者 强烈谴责一切暴力行径 希望何君尧遇刺一事能够唤醒更多香港民众 不知道是人格分裂了还是发作平台了 毕竟几个平台站位 混淆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网友们持续不断的举报下 这个不会好好说话 只会阴阳怪气的财经博主 他微博和微信两个平台的账号 经昨两天都先后因为违规而被处理了 喜大普奔 而在质疑何君尧自导自演的声音中 最令人震惊的是大公报关于何遇刺的一则报道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竟遭到了诡异的篡改 不过乱港分子的所谓漏洞百出 大公网当晚发声明陈述始末 何君尧左向大公报表示 盗用他人账户很有可能触犯刑事罪行 直斥做法卑劣 希望那些中日抹黑他人 制造假新闻的乱港分子扪心自问 自己是否才是假新闻的真正创作者 事件在网上热议 环球时报所以在网上刊登长文 详尽还原大公网报道 被乱港分子篡改的全个过程 并清楚点出三个漏洞 环球时报昨天详尽报道 还原了大公网的报道被篡改过程 在何君尧遇刺并被送入医院后 他很快于六日中午通过网络 向关心他的香港和内地朋友报了平安 大公报也于六日中午 在Facebook大公网专页发帖报道了此事 然而大公报这则原本是六日中午发布的报道 其实间线竟遭到了篡改 被改成是前一晚19点54所发布的 紧接着那些支持香港暴徒 不断发起暴乱的本土政治黑恶势力 乃至躲藏在多个西方国家的反华分子 环球时报以英文版的官方Facebook账号 以及员工个人账号模拟了修改帖子时间的操作 发现Facebook虽然给用户提供了修改帖子发布时间的功能 但任何被改过发布时间的帖子上 都会出现一个时钟标签 只要把鼠标移动到这个标签上 就会显示帖子的原始发布时间 这种情况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不少外国Facebook用户确认过 即只要修改过帖子的发布时间 帖子上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个时钟标签 显示帖子的原始发布日期 因此可以认定大公报那个被乱港和反华势力炒作为 是未卜先知帖和穿越帖的报道 其实是被人动了手脚并被篡改了 不然帖子上不会出现那个原始发布日期的时钟标签 这一情况也同时瓦解了一些坚称大公报造假的人 所炒作的该报先将帖子写好设置了仅自己可见 再在何俊尧遇刺后改为公众可见 却忘了改日期以至于漏线的谣言 还有坚持认为大公报在造假的人提出 该报是在前一天写好了草稿 然后设置在何俊尧遇刺当天定时发布 结果时间才会显示为昨天导致漏线 但环球时报经过核实后 发现这种说法同样不属实 定时发布的帖子只会显示其最终发布的日期 而不是草稿保存日期 经进一步核查后发现 虽然Facebook给用户提供了修改帖子发布人 日期的功能 但任何来自用户的正常操作 都是无法把一则源于10月6日11点54的帖子 改到11月5日的19点54 用户的修改帖子发布时间功能 最多只允许将时间改到 以10位倍数的整数分中 即00分、10分、20分、30分、40分及50分 所以从现有的情况和证据来看 只有非正常或后台的操作 恐怕才能实现这种篡改了 目前 大公报在其发布的一份针对此事的声明中 就怀疑 他们的Facebook账号可能是遭到了入侵 所以才导致了帖子的发布时间 被篡改到了何俊瑶遇刺的前一天的19点54 从目前境外的舆论情况来看 这一围绕大公报何俊瑶报道的诡异事件 恐怕只是乱港黑恶政治势力和境外反华势力舆论战 甚至谣言战中的一局 同时 某些香港和西方媒体的媒体人 在何俊瑶遇刺后抛出的言论 也显示出境外舆论场复杂的局势 比如境外社交平台推特上一位认证为香港南华早报 英国卫报 美国APC新闻网和CN等多家媒体共稿的自由记者的男子 就在我们《环球时报》发布了何俊瑶遇刺的视频后 第一时间质问说 为什么会有人近距离拍到他遇刺的视频 为什么《环球时报》能第一个发他这个视频 这个帖子很快获得了上百的转发与点赞 评论里则大多是炒作何俊瑶 与《环球时报》自导自演的言论 直到该帖子发布两小时后 他才澄清说 我的同事告诉我 这个视频早在微博上传开了 然后《环球时报》才发布的 但这个澄清仅获得了两个转发 何俊瑶遇刺后 中国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接连发声谴责暴力 新华社视频称 由反对派人士放风指何俊瑶作骚 反问世间哪里有那么出色的演员、导演 敢拿离心脏毫厘之间的刀口作骚 放出这样谣言的政客们 到底还有没有一点点良知 修理风波以来 他们不遗余力造谣 为基金分子开脱 美化 合理化暴行 他们既是纵暴者 也是施暴者 这是对他们身份的最好注视 同时 港媒7日也发文指出 从遗凶的行动 以及凶器的落手位置 事件显然是一宗有组织有计划的谋杀 也是当前黑色恐怖笼罩香港 以及区议会选举的一个反应 在何俊瑶被刺后 陈淑庄代表反对派慰问何俊瑶 还要求警方一视同仁的调查反对派议员受伤事件 他所谓一视同仁调查反对派议员受伤事件 言下之意 是反对派也遭受暴力袭击 不是只有何俊瑶一个人受袭 企图借此减轻压力 至于朱凯迪又举出日本美国等地的袭击事件 这些事件要么是针对政府 针对社会的恐怖袭击报复 要么是针对单一候选人的暴力袭击 而非香港般针对建制派参选人 进行有组织的破坏 捣乱 骚扰 以及谋杀 当中完全没有可比 他们一方面乐于鉴于 这些对自己有利的选举暴力持续 所以一直对暴力不切割 另一方面又怕暴力不断升温 令选举取消 他们将一无所获 所以才有了陈淑庄 对暴力假惺惺的谴责 又有朱凯迪对延迟曲选的狡辩 其实核心都是一个 就是选举利益 只要一息到手 哪怕香港洪水滔天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